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今天我跟C-Lego先生来聊一下两个话题 其中之一就是特别想谈一下 之前路德提出来一个支持中国大陆未来的一个愿景 就是叫三去或者说三无 意思是去和去军事化和去列宁组织 列宁市组织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愿景 也可以说是解决方案 就是如何让这个中国这片土地和上面生活的这个人群 可以这个屹立于这个整个世界上面的这个和其他的这种 中国也好国家也好共同相处 这个怎么说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就是去化中共的 这个长久以来这75年来非常恶劣的这种这个这个执政的手段和 引发的一系列这种不管人性上的道德上的这一系列的非常这个恶劣的影响 然后听听了西雷雷先生谈的您的看法 很巧 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众师先生好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周天还是周六的时候 这个路德先生就做节目的时候提出来这个观点 当时是非常的兴奋 但是很忙 其实本来是想约着看能不能马上做一些节目 然后当时就太忙了 然后没来得及 这个我其实特别特别特别的对这个有一个很兴奋 很兴奋的一种感觉 你就把它拆开了一下 这里面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从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发展上来讲的话 整个从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这种冷兵器时代 然后大家说这个烟不喝 然后就开始打对吧 然后到后来这种热兵器时代 热兵器时代经历过一战 主要其实主要是一战以后的话 然后大家就意识到说这个不能这么搞 为什么因为这个杀伤力太大 到最后就变成说 就大家都就都相当于说 别说亡国了 就基本上这人类就杀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听不住人的谈心又经历了这个二战 经历完二战以后的话 那个就是真正一锤定音的当时是 是这个科技实力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次越前吧 就美国通过这个原子弹 然后拿出来以后的话 整个的当时的这个邪恶 邪恶的联盟吧 可以说就说算了 不玩了不打了 对吧 没有必要了 这个就是就就就就这么地了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以后的话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 这么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这个社会秩序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要去讲法治 我们要去讲科技 在这种相当于说不动刀不动枪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然后虽然大家也会有矛盾 大家甚至说是也会有这种世仇 但是需要说通过法律通过这个科技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的话 来去相互去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同时的话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那种从之前的这种血腥的武器 基于武器的这种竞争 变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 就是说别管是从法律制度 大家的这种人权 还是说科技实力也好的话 整个的这种竞争 或者说大家解决矛盾的这个过程 能够促进整个人类的往前的一个发展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那么在核武器出现以后的话 真正说二战以后的话 真正可以说是越变最大的 最成功的两岸 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日本 我们分开来讲的话 德国前段时间在这个中共 就是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共 包括伊朗 去搞各种各样这种欧洲的 这种反犹太人的这种游行的时候 也搞一些破坏 就像当时黑命贵的时候 就相当于说用他的这种 潜藏的这些力量 用他的这个隐秘战舰 在各个地方调事 然后去搞这种暴动的时候 你发现德国的处理方式 相对来讲整个欧洲都是比较极端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人就站出来非常清楚的说 绝对不允许在德国这个国家上 再发生任何的反犹太人的这种事件 就绝对不允许 甚至说可以去释放出来 比如说警察的这种国家机器 然后一些警察的一些力量 然后直接使用一些强制手段 而日本是同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日本这边的话 从二战以后的话 拿掉了他的核武器 拿掉了他的军队以后的话 你发现整个他的这种 一方面的话是把这个文化 可以说是这个 没有任何伤害的去保留的下来 别管说他的这种 这种这个神社的这种文化 还是说这种 这种英雄主义这种文化 还是当地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服饰啦 习惯啦什么都完整的保存下来 同时的话 是当地的这种手工业 当地的科技 然后当地的这种管理 包括说法律制度 包括说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这种体系 可以说日本是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别管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话 你听说这个国家 听说这个国家的人的话 大家都会数大目隔 对吧 就是说一方面是尊重 另一方面的话 可能也是一种欣赏和羡慕 有好多这种 全世界的人都搬到这个日本 因为对这个当地的这种文化 还有环境的这种认同的话 就可以说是常见定居了 对吧 可以说是彻底的形成了一种脱亚 不光是脱亚入欧啦 就是说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 这个新的这个社会 全球的这个秩序制度 然后包括说这种各种的贡献 已经完完全全 跟这个全球的这个 怎么讲 文明世界国家或者说自由主义 自由世界国家 已经完全成为一体了 那么一个状态 而德国同时的话也是 你发现就是说 把他的军队 把他的一个核这些东西 拿掉以后的话呢 他的本身的别管说是 他的这个军事实力 还是说他的这个政治实力 还是说他的这个政治实力 还是说他的科技实力 文化实力等等的话 对吧 可以说是一种 跃迁的一种发展 就是说当时在纳粹控制的 这种状态下的话 军队啦 然后这种科技啦等等的话 可以说大家总会有一种 这种类歧视的一种状态 就觉得这个可能说 他这个没怎么安好心 然后这个可能过几年 一战他搞的 二战他搞的 对吧 那可能是不是三战也在 他搞 而现在的话 大家连猜都不会猜 提到这个国家 就是说严谨 然后这个做的东西好 对吧 非常的这个 而且说本身的话 这个经济实力也好 政治实力也好 等等的话 都是说这个 在整个欧洲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这个 几根最粗的罗马铺之一 对吧 在这个 有这么几个好的 这个案例之后的话 其实我当时 直接思考到一个点 其实有一个这个 可以说是一个比喻吧 就是说我们想一下 现在的这个监狱系统 监狱系统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控制你的自由 然后剥夺你的这个权力 剥夺你的自由 对吧 然后呢 你在里边这个翻译 翻译了几年的话 如果说差不多 大家认为说 对这个社会没有伤害了的话 可以回到这个社会当中 你爱干啥干啥 有好多这个 在美国好多的这种例子 就是说做个监狱 然后回来以后创业 然后在这个当地 又成了这种小明星式的 这种企业的存在 都对 又不少这种例子 其实这个类比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 想变成这个 我们想整个的中共国 我其实最担心的 就是中共国第四天的 这个大家怎么去反洗脑 然后大家怎么样能够 把这个中共的这个毒素清 对吧 这是一个愿望 或者说是一个希望的一个结果 但是达到这个结果的话 要有一定的动力 我们经常的说 你包括做项目的时候 也或者说你有时候 安排任务的时候 对吧 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或者说他有什么动力去这么做 或者说有什么压力 有什么动力 有什么理由去这么做 其实无核化和去军队的话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是给了整个的 中共国在没有中共以后的话 有的这个国家的群体 或者说这个 这个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 不一定是这话 就各种什么人都有 给他的一个动力 让他去 不用暴力的手段 不用这种侵略的手段 而去这个能够跟别人紧张 就换句话说的话 就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比如说这个 你说一个这个成年人 对吧 然后整天这个武刀弄枪的 出去打架 然后出去这个给人找麻烦 然后拿着刀又拿着枪什么的 对吧 你把刀和枪给他拿掉以后 就不允许这个人 再去弄刀弄枪的时候 他发现空手赤膊跟别人打的话 打得过他的人很多 第二的话是 在这种他发现自己的实力 真正的实力没有那么强 又没有枪 刀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去逼着他 这个动力就来自于 这个东西会逼着他去想着 我如果想去吃下一顿饭的话 我出去抢 出去这个威胁是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就得想着去工作 就得想着说 这个可能去乞讨 可能去工作 可能去这个 学习一些技能 对吧 就相当于说 把他手中的这些 有可能去作恶的 最有可能作恶的 或者说 让他有可能去想着说 我去侵略别人 我去威胁别人 这些东西全部拿掉了以后的话 那么这个系统里边的 这些 即使说脑子里边 有很多这种 中共的毒的这些人的话 也逼得他没办法 因为你常规武器的话 你想威胁周边的国家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得不去说 我是不是说通过法律 让大家 让自己能够 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 能够有一定的这种实力 能不能通过这种科技 对吧 因为科技的这种进步的话 能够说把这个 同样卖一个产品的话 你的科技价值越高的话 你能卖的这个 附加价值 赚的这个利益 也就更多一些 然后同样的话 就说在这种学术了 在各个情况下来讲的话 都能够说是 有这个理由去干正事 那么整个就 我再重复一遍 就回到刚才说的 这个点上来讲的话 其实拿掉这个 这个核 以及拿掉武器 这两点的话 就可以给出来一个理由 给出来一个原因 给出来一个原动力 让中共国 在没有中共以后的话 虽然身上有很多的毒 但是为了生存 为了大家这个 正常的生活需要 为了正常的这种 就是说 不是这种邪恶的 就正常的需要来讲的话 大家就会重新去思考 说如何去 这个 怎么样去能够去 跟身边的人共处 包括说内部的人 怎么去共处 怎么去跟这个 周边的国家去共处 怎么样去加入到 自己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的 这个大家庭当中 就是说 在 这个我们再说 整个的重建 需要大量的时间 就包括排中共的毒等等的话 需要大量的时间 你可能说 在这种 因为中共 它现在有刀有枪 有核武器 这类的情况下的话 那么势必上来讲的话 就会产生这些特权阶级 就会产生这些 就是说这个 市场凌弱了 对吧 因为它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它是这个 公共家族的一部分的话 就想着 我有这个权利 有这个理由的话 我就可以借助这个东西 去发展 比如说 跟着这个系统 就可以去搞一些这种 假片头 然后搞一些威胁 恐吓等等的话 当它发现 你拿掉这个原因以后的话 拿掉 就发现整个国家机器 没有去威胁别人的 这个因素了 对吧 它没办法 对别人造成威胁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 这些特权阶层的 特权的底层 就不是它具体的那一两个特权 而是说造成它具体特权的那几个东西的底层的原因 底层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机器可以在这实强凌弱吧 把那个东西拿掉了以后的话 那自然这些特权阶级的特权就没有了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的话 包括这些已经有了这些特权阶级的话 它也会去想说怎么生存下去 对吧 再有一个例子的话 就比如说这个黑帮 对吧 你说美国当时 那个叫什么 墨西哥黑帮有一部分 然后西西里的黑帮 意大利黑帮有一部分 对吧 也是当时也是这个 包括说有一些这种西部牛仔文化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这种暴力的一种手段 对吧 但是因为这个国家的 它的法律系统的这个逐渐的健全 然后它的科技系统逐渐的健全 然后它的这种整个全民的这种公民意识 或者说这种民主制度的这种这种优越性 就造成什么呢 造成说 你可不可以在这在这贩毒呢 你可不可以在这搞黑帮呢 你可以 但是后果很严重 对吧 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就像这个当时这个纽约的一些法案 包括说当时这个在搞这个 芝加哥黑帮的一些这种法案 就造成什么呢 造成说 它发现说 用暴力去赚钱 或者说用暴力去生存 的成本 要比去你按照法律 要按照正常的科技等等 还要高的多的多的多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就不如说他就有一种这种叫什么黑帮洗白嘛 对吧 就不如说我就开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赌场 对吧 或者说开一个银行 对吧 然后哪怕开一个讨债公司呢 对吧 这种正经的这种生意的话 要比说之前的生意要来的来的稳 慢慢的可能说也会进入到政界 进入到商界 然后真正的开始开酒店等等的话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结果 那么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说 你不能允许这帮人靠着暴力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其实拿掉军队 拿掉核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 解除掉他之前的这种 暴武的 换讲 这不是不适合现在这个阶段 这个整个人类社会的这种这种规则的 这个这个这种工具 对吧 把这些工具给他拿掉 把这些暴力工具给他拿掉以后的话 就会逼着整个的这这这个这套系统啊 慢慢的根据一定的时间 有一个原动力 去往正常世界的这个系统上去走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我当时听完的话 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振奋 因为我们现在真正开始说 去推动第四天的事情 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灭共的关键 因为你只有第四天 有了这种策略性的 有了这种大局势的这种 这种方向以后的话 你才有可能动刀把中共斩掉 否则的话 把中共斩掉的话 你说中共国这个地界上 一下就乱了的话 我相信整个西方世界 也不会允许这个事情去发生 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 这个事情可以说是 中共灭掉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 将来给您信用事情 好的好的 非常同意啊 就是我也尝试着 以我的角度来总结一下 这个路德提出来这个概念 他实际上就是 比如说一个都是混沌社会的情况 你在这个充满了这个强权 然后而且这个强权 没有上限 没有法律能去管束他的时候 就必然产生了一种 就是互害 他是这样 就是因为人们都有欲望 对吧 而且有一些人群当中 必然有一些人去 会有这种超额的这种欲望 他才能满足他 但是你在不同的社会里边是怎么去被满足的呢 你要在比如说美国这种法治社会 就像C.L.T.先生说的 你就要靠你的这种创新 你的这个正向的这种创造 去满足你的这种超额的欲望 当然了 这个说的比较笼统啊 就是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愿望也好 或者欲望也好 但是你在这个中共国这场 这个混沌一片的这种环境当中 你想去满足你超额欲望 他是有这个黑暗邪恶的工具的 你就去什么拉关系走后门啊 然后去搞这些这个暴力啊 比如说当这个地方的这种土皇上啊 你就有很多比那个正向的要去 就是一开始他的成本要低 就像你刚才分析的 像黑帮社会 他为什么支持之前会形成黑帮 因为他没有法治 他没有这个强权那个上限去管束他 所以说他去下滑 去往那个那个那个暴力方向去去进展 是他是很容易的 但是这这两种方式 就一个巨大的区别 是在美国这种这个文明生活这种方式呢 他因为他有底线 他这个挤压着你向前进的那个方向 比如你想当首富 那你就像你去当Elon Musk 对吧 你去干那些别人干不出来的事情 但是在中共呢 那你就去这个无耻的 就无底线的去干那些坏事 你就可以达成你这样的愿望 说白了 这个这两种不同走向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列宁式组织的这种存在 所以说按照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你这必须得去 这个朝着这个正向的这种发展的这种逻辑去走 而且怎么走 刚才您举那个例子 我觉得也非常的对 为什么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后 他可以融入整个社会 这个国际秩序 因为他去威胁 他被去威胁化了 他不具备威胁 至少在当时那段时期来 而且他整个民族也意识到了这件事 而且他接受了这种去威胁化的这种 就是在国际社会生存的这种形式 那我不好意思 我就是战败了吗 那我就 我不得不认同了 这种去威胁化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 他就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 就是因为你那些坏的东西被摒弃了以后 那你原本这个国家剩的那些优质的东西 像比如说日本的一些文化 一些这个艺术 或者德国的这种严谨太多工业能力 他就很容易被发挥出来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不会受到你的威胁 对吧 去你那买东西 他不会是说给你的什么党卫军 或者说天皇部队增加多少GDP 去搞军费 因为没有这种顾虑的话 他就很容易被整个世界所接受 所以说我也觉得 如果他提出来的这几个概念 虽然可以以他其他形式来总结 但是这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点 去核呢 就是去你的这个威权上线 对吧 去军化当然也是 然后这个去战京市组织 就是让你原本以这种这个威权 可以架构出来的这种阶梯或者结构 我先去摧毁它 去让你即便是 比如说 你去建立一个黑社会之类的这种形式 即便是在现在的美国也有 但是为什么它发展不起来 就像C.Lagy先生说的 我这儿 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有上限和管束的 你你到时候就只能付出非常这个这个重大的这种代价了 去才能达成你的目的 还不如你去干点正经事 去干点这种积极的这个这个层面 所以他确实是一种底层逻辑的这种这种肯定 或者是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就让他咱们大家看清楚 怎么样的这种社会形态 可以被国业社会接受 可以非常快的去去化这些邪恶东西 而且就像我说的他已经他的这个中共流毒这么深厚的情况下 但是一旦你进入了这种正向的轨道的话 他他可以在非常快的这个时间 因为他你给他归属了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约束了一条这种正向的轨道 所以他可以去的就是像那些目前这个中国社会的这种底层护害呀 然后假片偷啊 这这所有这些类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 去达成他原来的那个那个环境底下的这个超额利润 或者满足他超额欲望的那种状态 所以他就必然会走向这个这个 就是积极发展的这条路 就说一千到一万就把这个 还有您讲 我稍微澄清一下 就说本身这个军队也好 这个核也好 他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坏的东西 就我们说自由要有力量 对吧 你要有这样 但是呢我们拿这个中共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社会体系来讲的话 比如说一个小孩的 就比如说人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这个你这个制度的成熟程度的话 其实现在中共国的这个制度 包括说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啊 就全民性的这种思想的这种意识来讲的话 其实跟整个自由世界比的话 还处于很初级很初级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可以说好多的老百姓 好多的这个这种官员也好 还是说这个这个包括说一些权力阶层来讲的话 虽然说这个科技制度上 然后钱上有很多对吧 但是从整个的社会制度的成熟 包括民主制度的这种成熟来讲的话 还太弱太弱太弱 就太初级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比作为一个人呢 来讲的话 一个两岁的小孩 你肯定不能把他 就给他给他准备这个学习工具的时候 或者玩玩具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扔给他一把枪 或者扔给他一把刀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拿走 然后让他去玩一些玩具 对吧 然后读一些课本 等到这个上了学以后的话 你去学一些知识 学习怎么去自控 怎么去学习知识 然后去练你的身体 对吧 锻炼你的身体 然后去参加一些这种社交活动等等的话 当这个人去成长到 就成熟到一定的阶段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十几岁的时候 甚至说二十多岁的时候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你可能说你的义务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足够成熟 你心智足够成熟了 那这时候的话 说给你刀给大家做饭 对吧 或者说你出去露营的时候 给你把刀保护大家 万一冲上了一个熊 一个动物的话 你可以防身 或者说这个你可以去参加军队 然后去参加一些设计训练 对吧 然后你即使不参军的话 你参加设计训练 当有人来这个威胁你这个家庭的时候 你可以去这个拿起来枪 去保护自己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 这些本身的这些武器 这些权力来讲的话 对它是一种帮助 或者说它也可以用这个东西 去尽自己相应的能力 我们还是做刚才那个例子来讲的话 你看日本现在开始去聊 是不是在这个日本去部署一些核武器 为什么 因为日本这个国家 通过这么多年的一种 这种蜕变 或者说这种破茧而出的 这种完全的一种转变的话 它有这个 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拿到桌上来谈了 对吧 到底到最后结果是什么 不一定 但是现在至少说我们可以讨论了 因为从你的国民意识 从你的制度 从你的整个的 这些年来的这个record 你的这个记录 你之前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 这些年这个成熟的这个历史来看的话 你是能够驾驭 这个级别的这个工具的 这个这种危险级别的这种工具的 你是可以去驾驭的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说 你是不是有一定的训练 是不是开始学一些课程 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安全的弄好 对吧 那当然也有说 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像美国这种国家 那么成熟的一个机制的话 是不是有一定的约束 对吧 是不是说真正的这个核按钮 不能说让这个 日本的这个这个最高军事机关去控制 而且美国的军事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是可以 那因为它已经成熟到那个程度了 而对于中共国来讲 还有点像一个这种怎么讲的 就是说五刀弄枪的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不良少年 这么一这么一种状态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把你的武器拿掉 然后给你开始去逼着 你不得不去 为了生存 你不得不去学习 你不得不去这个 想办法怎么赚钱 你就是说在这种正当的情况下 怎么去赚钱 去适应这个规则 我可以想象的话 就比如说 别管过多少年以后的话 如果中共国能够 这个这个就现在中国 以后就不叫这个名字了 那么能够说 这片这片土地 能够说在制度上 在这种成熟程度上 包括老百姓的 群体的这种意志上 能够成熟到 比如像现在的日本 像现在的德国 这个这个这个阶段的话 那么你去这个 我们继续在在谈什么军事了 什么核了 是可以的 因为你到了那个程度了 那么现在势必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没有程度 你手里边还有枪 还有刀 必须得收走 收走以后的话 你才有动力 去做一个正常人 去学习知识 去融入到这个家庭里边 所以说这个原动力 这个事情提供了 第四天建设的一个原动力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 我特别特别 精艳的一个点 教会给您其中 是的 对我当然是 拿日本和霍尔德国举例子 他是 所以说 为什么说 不是说你这个国家 或者族群 永远不能拥有这个 更高级别的这种 这种这种 比如武器也好 或者说能力也好 当然你在不去威胁的时候 你是可以的 就像日本 现在已经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了 但是那也毕竟是 现在我们把 当成你是一个正常国家 去可以跟你聊一聊这个事情 然后在中共 比如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为什么不能让它去拥有这些东西 就是就像日本刚刚刚这个战败之后 那比如说也没说 你不可以有这个自卫队 但是规模和这个形式上都会严重受限 所以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中国大陆 它这个列宁市组织的这种存在呢 它提供了一个阶梯 就是说你最后的上限 是你可以 就是像在这种阳谷的环境里 比谁坏比谁狠 然后你走到最后 你就能掌握这个核是 它是一个顶 就是顶级的这个power 没有就是目前在地球上看来 咱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个核武器那就是最厉害的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种 列宁市组织这个邪恶阶梯 甭管你是谁 如果你够很够坏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发展模式 你最终可以掌握这东西 所以陆河提到这点也非常 为什么要去核 你说中国老百姓过的日子好不好 跟这个核武器有什么关系 对它是一个威权上限 就是我给你拿掉了以后呢 要的不是说你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 你要的是你 别人可以完全信任你 因为你不去威胁 说白了就是去威胁化 然后你整个社会 这个成熟到一定 你的法治也好 或者公民意识也好 发展到一定程度 当然你可以拿回来 而且其实也没有人想去抢你这个东西 就咱想象一下 比如说可能是不是有人会理解 那我这个直接就放下武器 放进里面 就是问题是没有人要去拿你干嘛 这个中共最深重的 就是说对猪说外边有狼嘛 这外边其实哪来的狼啊 对吧 咱之前也有很多这个人去讨论过 你其实这个外国的 比如说殖民或者强权 到最后为什么都分分都撤了 因为他的这个殖民的这种行政成本极其高 忍受不了 大家最后变成了这个全球贸易化的 就是全球化的这种自由贸易的一种形态 就是没有人在这个正常的这种情况下 因为人家已经走向了我说的那种人类正向发展的那种阶梯 所以他不会拿这个五枪弄棒来对你干嘛 其实不是是完全不符合他的那种 那种那个人类发展的这种模式的 所以说这个强法比有敌人的 一直是中国那七十多年来洗脑作为维护他 这个保持他列宁式组织和这个威权的一种手段而已 但是这个这个事情可能在比如说 国内很多人的脑子里很难去接受 这样是确实洗脑非常深重 但是明晃晃的例子 比如说日本和德国就在那摆着 对吧 你先不讨论什么荣辱与否啊之类的 这些都放在一边 但是你从人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的国民的生活 他的经济发展 他的技术的这种进展来看 他确实是非常行之有效 就是在去威胁化之后 被整个世界接纳以后 就会达成这个非常好的那样的结果 所以对这个理解比较粗浅 不知道您您在这个话题 您还有什么其他补充的 没有了谢谢你 谢谢金融师 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就 先聊到这 感谢C零零先生和这个各位收听 咱们一会儿见